OK 我們今天講一下電錶的使用 我剛剛講過 早期他們在設計這個電錶 它不是設計成像這樣 我們通常在善用電錶 善用是哪善用 電流 電壓 電壓 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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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電力是什麼線 在於 B 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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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所以我們知道電壓 電流 它是一個定值 那这个定值就是我们的电阻 电阻越小的情况之下呢 电阻越小的情况之下表示什么 电阻越小表示电流越大 电阻越小表示谁越大 电流越大是不是 是这样吗 电阻越小的电流越大 那如果电阻越大表示电流越小 这是行分分比 或者有什么可以叫行 电压跟电阻成正比 电阻跟电流成正比 电阻跟电流成反比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三个关系抽到一起做 后来就发明这个三用电表 但是三用电表就要非常非常多种 那我们现在手上拿着一个表里面 那个数位型的电表 比较早期的电表呢 它是指针形的 它这个油很大了 指针形的没有没有 这叫指针形的 它上面有个偏板 有个指针在摆动 那它的缺点是往上上摇一下 因为它指针在摆动 它指针非常敏感 所以它会晃来晃去 有时候它不喜欢卡住了 那你就失效了 所以这东西有时候在测试上 你要非常注意要放好 在用的时候不要睡 晃一下那一上 不要太急的判断它结果 那它有归影 它随时你在量不同的档位的时候 你要稍微归影 旋转它 把那个转到你的位置 那这是指针形的 那现在数位型的 是不是比较好 是 看起来是比较好 它有称呼归影 但是它有缺点 所以它的sampling time 它有一个sampling time sampling time 就是它多久读一次指 多久去测一次 它不可以 像数位的好处 它是 倒就倒了 但是 譬如我去量着电阻 登就倒了 就过去了 就是倒了 不要和你借过 可是数位的东西它是 超过的 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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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反应时间 就像电脑计算 按键盘 按了一下 等一下 會稍微lag一下 这数位就是会有lag的时间 每一个东西它都有sampling time 那是sampling time 什么叫sample 简单 容易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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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了 设计好 那可不可以先寄两个sample 给我看一下 不是啊 那什么叫sample 你这样知道意思吗 什么叫sample 那样本 啊 样本 就是你先寄两个样品 给我看嘛 你东西设计好 我要买之前先寄给我看一下 看东西对不对 譬如你去店铁 我要贴瓷磚 老板就拿 这没有很多瓷瓷的样式给你选 这叫做sample 你要选哪种瓷� 选哪种东西叫sample 啊sample 啊sample 好像是C-E-M C-I-M C-I-M 好了 那把这东西改成 怎樣 sampling time 没有 没有 都没有 这什么意思 就是 样本时间 对 叫做群样时间 好可怕 群样时间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 现在几度了 女生拿一个机器去量它 可是你的机器量 就得到结果 会怎么样 Lag 会怎么样 Lag Lag 会断断断断断断 你拿一个我们的温度器去量量水的温度 会断断断断断 一直上升 一直上升 可是你看它 如果是酒精的温度器 你看它 可是如果是数位的温度器会怎么样 一直跳一跳 对 37.1 37.2 37.8 37.10 38 37.10 就是37.9 那不是有在上升吗 可是它是 噔噔噔噔噔 噔上去 你的东西是 跳一下跳一下跳一下上去 它不是 因为你数字的东西没办法连续 数字怎么连续 就像马表一样 可是马表你看每一个东西是跳了一个1 比如说 现在是0.37秒 现在就是0.38秒 那0.371 跟0.372 跟0.373 跟0.374 你看得到吗 看不到 可是 类比的东西 像那个酒精工中间 它就连续上去 感觉到是不是连续上去 可是数位的缺点就是 它会 登 登 登 你看不到中间的结果 你只有看到 显示这个结果跟显示这个结果 这中间的时间差不到 它有三片碳 数位都有这个三片碳的问题 这样那种比较便宜的 它三片碳比较久 它可能你量个东西 就要稍微等一下 不要急 哦 就是多少了 不知道 它稍微等一下 那再一个缺点是什么 再一个缺点就是说 有时候 我们的那个 瞬间最大的值是一瞬间而已 比如说脚上面 我们都会看那种 这种图表 比如讲这是V地图 这是时间对电压的图 这不是我们讲的速度跟时间图 这是电压对时间图 假设现在有两个导线 我去量着它 正电压跟负电压 可是正电压跟负电压的结果是 真实的结果是这样的 好 是这样的结果 结果呢 诶 你看我可以不要 我可以不要 我可以不要 好 我们结果的 我们在下个电压是假设 我们的时间见到这样 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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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量这么多次 好 选到第一个时间量到这么多 第二个时间量到这么多 第三个时间量到这么多 第四个时间量到这么多 第五个时间量到这么多 所以你觉得怎么样 你的真的结果会变成 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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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看到最高值 没有 看不到 因为那个最高点出现的时候 刚好我这个 7min time没有碰到 所以它没有量到 所以数位的时候 也不会有这么多差 是这样的 所以到底谁比较好 我觉得 数位比较方便 因为马上可以看到结果 好 那大概你拿到这个电表 你看到这个区 这边我写B 这边我写B 这边我写A 这边我写Om 这边写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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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写B 这写B 这写A 10A 然后 然后 这 助理 这边写B 10A 好 你们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结果 看一下 好 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跟这个符号有什么差别 直流电和交流电 哪个是交流电 右边 交流电是 这是交流电的 它这个符号表是交流电 这个符号表是交流电 这个符号表是交流电 好 直流电跟交流电是什么不一样 智杰 直流电跟交流电是什么不一样 不知道 不知道 嗯 想象一下 正不及的 正不及的没有 有没有固定 有没有固定 OK 有 不好意思啊 对 我两台 好 正宇 直流电跟交流电是什么不一样 嗯 直流电跟交流电是什么不一样 不知道 不知道 好 我刚才讲啊 我们说这边是正电压 这边是负电压 这边是负电压 电流怎么有 从电脂条 从电脂条 从这边流过去 我们现在不讲电脂条 所有的讨论电的部分 都不会跟你讨论电脂条 只有讨论电脂条 所以电脂条是告诉你说 实实上是实上的 但是我们不需要知道它 你只要知道有这么一件事 我们不会讨论电脂条 不会讨论电脂条 这边是正电压 负电压 请问电流怎么可以 要说 好 好 那交流电的意思是说 这两个东西会交换 会交换 所以你调到电压会怎么样 假设你这样通常会是 正五 负五 正五 正五 这样跳 那如果电流流流流过去 流过来 流过去 流过来 流过去 流过去 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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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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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 比較穩定 教練比較穩定嗎 為什麼 因為它是有正電和負電的 它不是只有一個正電 然後外面就這裡 其實教練練比較好有幾個原因 有幾個原因 我們現在可能不是很清楚 我先講一個比較簡單的 假設這種影響是直流電 你在通電的時候 譬如假設在電影 通電它黏住了 黏住它就放不開 黏住就放不開 因為它沒有所謂的理能階段 因為你知道嗎 交換 我瞬間流過去 好 再流過來 它可能正五負五有這麼簡單嗎 不是 正五 正四 正三 正二 正一零 然後一二三四五 五四三二一零 然後再一二三四五 你懂我意思 它是一個從高到低的過程 是一個從高到低的過程 再回來到高的地方 再回來到高的地方 這是交流電的模式 所以它一定有從最高電壓 到0電壓 到最低電壓 再到0電壓 那最後要用這個電壓 它是這樣的往路一直在爬 那這樣往路一直在爬 那這樣往路一直爬 它有0的位置 有0的位置的時候 它就把電線上一個切斷的過程 有這個切斷的過程 所以像譬如以前 他們在做那種模式密碼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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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那如果說這個東西 在接觸的時候 它如果這邊是這個線 會可能吸住 就會放不開 它沒有辦法做這麼好的一個傳遞 可是如果是教練的話 它就可以吸放 吸放 吸放 就會有這個過程 好 那 那 那教練其實還更多利用 所以後來教練練八米 就教練練要特斯拉 特斯拉也沒有教練練 你看 特斯拉這個名字很少聽到 特斯拉其實是一個 農偉大的八米家 他應該不下於這個愛迪聖 但是最大的缺點是 他的做人比較 忽略 比較 比較 比較沒有那麼 讓人家喜歡他 所以就算他有成就 最後還是 沒有很好 他最終的下場沒有很好 就是他也是欠了很多錢 然後 雖然他很多非常回答的關係 但是後來其實不是很好 不像愛迪聖 那愛迪聖是一種 很努力型的天才 特斯拉是屬於天才型的天才 這差別在哪裡 愛迪聖是 比如發明燈泡 電燈泡裡面的電路師 他測試了一萬多桶材料 他可以在不斷努力 上面不斷努力 那特斯拉主要就是 燈一個好的想法 燈一個好的想法 他就可以做出一個很仔細 特斯拉 我們在電的部分 還常常講到他的名字 好 所以教練練跟幾個練三 這個差別有在這裡 這Battery是我們比較新的多門 所以這個電錶簡單這樣 應該是適用電錶 好 那除了量電子電壓電流流之外 他身上可以量電池的電流 來電壓 可以讓你知道電池是不是有電 沒有電 可以讓你就判別 比較容易判別 對啊 像嗎 直接把那個放在機器裡面看 那個電池比較快 哪個機器 阿羅就是想我拿個機器 阿羅就是想我拿個機器 然後阿羅你要塞著電池 有沒有電話塞進去 然後看能不能動 那又有可能是你的機器嗎 你難道沒有這種考量嗎 譬如我先一個啞工機 為什麼按不會動 你的第一個想法是什麼 換電池 換電池 對 如果換了電池 還不會動 那可能是腰部機器 你有沒有想過 這可能是兩個電池 這也有可能 這也有可能 但是可以自我檢測 你可以譬如我看的時候檔位 你可以調別的檔位去試試看 他說好的是塊 你就比較清楚 好 這是一個工具 然後 然後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量電油 我們可以想像電油 然後我們等一下時間會用得到 電油怎麼量 首先呢 我們之所以學那麼多物理的化學的一些概念 重點就是你要先判斷 你要先預測 你要先預測 你要預測結果 為什麼要預測結果 就像那天講的 那天講的 那天講的 我現在是30度的水 就是100度的水 混在一起之後 溫度會在哪裡 差不多 就是60度吧 為什麼 因為100加30度 可是30克 30度的只有1克 100度的有1 你有沒有講 對啊 那你怎麼可以再預測 好像是 我就真的沒有講 所以你怎麼可以這麼準確預測 我就想說量也差不多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問 那你說 所以我現在問你啊 這是一個數學啊 30度C的水 跟100度C的水 倒在一起 會是在幾度 不知道 大於30強 對啊 等一下 可是 怎麼會不知道 怎麼會不知道 這有搶啊 真的還沒有講 你不會告訴我0度吧 不會啊 你也不會告訴我101度吧 不會啊 為什麼 因為它最高溫度就是100度啊 不可能一個 加上一個比它低 比它溫度還要小的一個水 然後就可以 沒有錯啊 但是這不是有講 就是沒有講 我跟你講 不是 對 這要嘗試 但是很多沒有學物理的話 他可能沒有這個嘗試 就像我講的 簡單講 這一杯水跟這一杯水 倒在幾度多幾度 有人就這樣 30加100除以2就好了 對不對 有這麼簡單嗎 對不對 這叫嘗試 因為很多人嘗試是錯誤的 不能都用嘗試 所以你要很清楚 告訴我結果是什麼 你結果告訴我之後 你常常說去往上推 因為 你結果很清楚 一定是介於30跟100 假設計算結果是 100你已經知道我算錯了 對 假設計算結果是20 你也知道我算錯了 一定哪裡有個問題 對不對 這叫驗算 有時候我正講驗算啊 驗算 那其實最簡單驗算就是說 你很清楚那個結果 你預測出來的結果 你直接看那個結果 你算出來的結果 跟你預測出來的結果 也不一樣 當不一樣的時候 那就是有問題 那叫驗算 那比較不好的驗算呢 是在重新算一遍 第二好的做法 第二好的驗算說 我把結果帶進去 原來的事實看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們在光是數學講夜段那件事情 在自然科學 我認為有不同的解釋 你應該要有能力 我們學這麼多自然科學 你應該要有能力 先判斷可能的結果 你要判斷出來之後 你的計算就會省很多時間 而且你會比較知道 我現在算的東西對還不錯 很多時候 所以我不用講 然後講要講 很面 我們要做對的事情 然後法師做對 法師做對嗎 法師做對嗎 做對的事情 好 這兩個都成差別 因為你可能把 做錯的事情 把法師做對 你可能你的方向錯了 可是我每次都做得很好 要仔細要綁些蛋 要走路 休息 都走得很好 我明明要去學蛋 就考慮下去了 對不對 做對的事情 就是我要直接選定方向 法師做對的事情 根本不知道你方向哪 你可以一直做一拼一拼 每一步每一步都算對 可是我們現在要講的是 我們今天在講實戰科學 講真的科學 現在要告訴各位的是 你要建立做對的事情的能力 就是你要先預測 你要先判斷 我的方向對不對 對不對 你要去台北 你就看閃真 就說為什麼我的車都往南走 這你有問題 對我既然去台北 就往北邊走 除非有人在日本 對我都在日本 往去台北的話 我都往南走 可是你的搭帶方向之後 你知道我現在的預測 我應該要怎麼走 會對 所以這要有概念 不是我們學這些東西好像沒有用 我其實生活課程都會做不到 好 回來 所以你要先預測 好那我現在告訴你 在這邊我們假設先量電壓好了 這邊寫600 這邊寫200 這邊寫20 這邊寫200 2000mm 這邊寫200mm 好問一下 這是什麼意思 那個600是什麼 600伏特 600伏特 那我如果把這個 打 調過去 搞得要量什麼 600伏特 以上 以上 還是以下 以下 600以下 沒有以上 沒有以上 那如果量600以下 他會選什麼 ERROR 他就會ERROR 他就會出現過載 而且他不建議你用 用這個600去量600以上 牛哥他用600以上 所以為什麼要叫你判斷 你腦袋先判斷 你不能都不知道 那如果拿過道去量低的 那會怎麼樣 那你肯量到比較 感覺是0 好 那就是 先讓你從高的開始 對對對 譬如說我先拿一個 我先拿一個 我先拿一個 拿兩個點 請幫我量 這兩個點的電壓是多少 你就去碰他 然後他出現 沒有 可能就是過載 他如果出現0 你要怎麼樣 從小低一點 對 所以一開始量 你真的是從最小的開始量 從最大的開始量 從最大的開始量 從大的開始量 從大的開始量 對於一個未知的系統 你不知道的系統 以無從判斷起的系統 你一定要從最大開始量 再慢慢把它打回調低 這是保護你的設備 好了 那這個跟這個有什麼差別 兩千Mini就是兩千百萬 不是 那個 這是小Mini 這是Mini 你講這是Mega Mega是百萬 Mini呢 Mini是千分之一 使得負三 Mega是 10的三次方 再乘10的三次方 10的三次方 10的三次方 是什麼 10的三次方 1千 是K 對不對 K在三次方 Mega在三次方 G G Mini 你再往下說是什麼 10的負三 乘10的負三 那這是微 微是什麼 然後 MiC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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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MiCro MiCro MiCro 代表是MiCro 那同學在幹嘛 好 好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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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簡單的 所以那是200mm是多少 2000mm是多少 2000 所以你有20 為什麼要再另外做20 因為 2 2 這是2 那這個呢 0.2 對0.2 所以 假設你要量一個很小很小的電壓 但量不清楚的時候 也要往下夾一下 也就是這台系統 這個電表 它可以提供你量到 最小可以量到0.2 0.2伏特 可以量到這麼小 那同樣的 那交流電 交流電它這邊只有分兩個檔位 那比較簡單 因為交流電沒有這麼小的電壓 交流電 你可以看到交流電電壓 最小大概是110度 你經常加個常用就是110 所以你看它系統裡面 就沒有設置那麼大 所以那個600 那個200 就只有這兩個電壓 所以你要量個一般的電 電插座 什麼電 要調到什麼 200 可不可以量冷氣孔呢 600 因為我們一般冷氣孔的電壓是220 你要這個概念 所以你要量大的電壓 先調220 你不能量 不能調 200是量220 你可能會燒掉 那接下來 這是 安培的部分 這個 這邊就有兩切 μ 這邊有個220m 這邊有個 25m μ是什麼 10的負6對不對 10的負6 所以這是多少 這正常來講是 跟正常來比 這是不是 2m的意思 對不對 所以它從2m到20m到200m 它差10倍 10倍 然後 結果 這邊還有個 10安培 所以要是直流電 這邊全部是直流電 的電油 電油 這邊特別有個 10安培的 假設你有大電油的話 就是到這邊 它中間 gap很大 200mAh 200mAh 就是0.2安培 對不對 0.2安培 就調到10安培 好接下來看左邊 左邊這個是電阻值 電阻值 它第一個檔位是 2000 2000k 200k 25k 200 2000 200 好 這什麼意思呢 你看每一個都差10倍 對不對 到這邊上去就2k 對不對 20k是2萬 這是不是2000 這兩百個差10 好 那這個檔位是什麼 特別 這個外牌 它這個符號表是BB叫 BB叫 BB叫 不是小弟BB叫 它就是 你調到這邊的時候 會比較變軸 變軸腳太低 它就B 它比較容易判斷 譬如我們洗浪系統 短路 這個短路 我可以簡單這樣來量 你看 很快就這樣轉路 因為有時候你沒有 沒有時間看 沒有時間看表 那你只想知道 這系統會不會轉路 所以你就直接簡單這樣子去量它 好 碰完就轉路了 我去量 然後沒有電流方的 欠揍的東西 這就有BB叫 好 OK 它這邊用我手了 再接手了 沒有 插錯了 你沒有調 你怎麼調電壓呢 先生 調電壓 你現在在調BB叫嗎 它在調什麼 調BB叫 B叫在哪 對啊 沒有電 欸你沒有電 他連音部都沒有亮 欸我看 他這邊用紅的音樂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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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那麼 怎麼那麼喬都沒有電 不要 他很像要怎麼那個 那個 然後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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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攝影機有沒有看到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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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這邊 它有三個洞 來 看這邊 第一個洞 這是空 這是接黑色的 代表是 接地的 或是電壓 來講的負的電壓 或是零的電壓 零電壓那個點 如果是電流的話 從左到右 正面正負電 對 要去量 黑色的那個點 黑色是兩次的 黑色是兩次的 然後要開 黑是兩次的 然後另外這兩個洞 就看你要怎麼 量什麼 它這邊告訴你 如果量十安肺的 直流電 就插這個洞 如果量 歐姆 或者是福特 或者是小電流 都插這個洞 所以大部分時間 會用到這兩個洞 只有量 直流電的電流 超過十安倍的 不是超過十安倍 快到十安倍的 才會用這個洞 那你量電壓 跟量電阻 都會用這個洞 這是插反側的 也代表正的部分 好 問一個問題 那我在量電阻 有沒有正負的差別 電阻 沒有 電阻沒有正負的差別 電阻都可以用 電阻左右都可以用 只有量電壓跟電流 很大 注意這個事情 好了 那我們來量一個系統 一個電阻系統 原來叫車 好 這是一個電阻系統 簡單的一個燈泡 對不對 這個符號 這是電池的符號 這邊帶著正面這邊帶著出電 好了 我現在量 我現在通常有個在寫 齁 這樣子表示兩種 這叫做電流劑 這叫做伏特劑 好 什麼例子 好 我現在量這個燈泡兩邊的電壓 我要怎麼量 我就直接把那邊線貼過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好 那當然 這邊正面過來 這邊要接正 這邊要接附的 這樣嗎 好 那我要量個線的電流怎麼辦 隨便接一個 好 不是 量線的電流的話 我就必須把它接進去 我就必須把線接進去 好 好 同樣的 這邊是正 因為這邊是靠近正 你知道嗎 這邊是高電壓過來 這邊要給它正 所以要給它負的 好 那事實上現在的電錶 都有保護裝置 所以如果你接板 它是顯現成負的 正負來表示 好 但是你如果跟它負的時候 請盡量可能的話 把你的線綁過來接 不用把 蛤 就找到換顏色就好了 就是把你的 紅色黑色綁過來接 就你的 這叫碳棒 碳棒那間的 你碰它之後 誒 那變成豬的穿 反過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這是保護你的 你的裝飾 好不好 好 我現在給你的魔法 這裡面呢 有電圖 麻煩拿出電圖 好 按照 按照 按照那個 按照 第 我們要去幾月 第十五月 十五月的 十月十七 第十七的職業 操作 然後把它記錄下 OK OK 我們兩個不要去打嘴唱 好好 好好 我們兩個 你們兩個都要去打嘴唱 抓住你 現在就想開了 謝謝 谢谢大家